各位宾民们好 大家都很喜欢 Seiko 的手标 通常都是喜欢它潜水的手标 Dive Watches, Prospects 的手标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它 Presage 的手标 看上来比较斯文一点, dressy一点 但其实它的手工一点都不差 而且很有味道 譬如说这个系列就是 Presage 的 Style 60s 其实它是 2021 年推出的 顾名思义,Style 60s 即是以 60 年代的 Seiko 手标为灵感 当时推出了手标 最初是三针 之后又有动力储备的 Power Reserve Indicator 现在当然轮到 GMT 是不是很漂亮? 这个是蓝面,应该是金属蓝面 还有双色圈,24小时 GMT 还有很拱的镜,你也看到非常复古的设计 当然了,三针再加 GMT 针 现在轮出两格,除了秒针之外 所有针都一起走,即是时针和 GMT 针都一起走 现在看到时针指着8时, GMT 针指着20 即是下午的8时 如果轮出一格的话,就可以调到日力和 GMT 针 逆时针就可以调到日力,看到三时位置的日力 都向前推进了 如果是顺时针的话,就可以独立调调到这枝两地时间针 姑且令到它早上8时 你看回外圈就知道了,还有双色的 这个外圈就不可以转的 不可以转的,不过也无所谓了 如果转就可以看三地时间了 看一看这条板带 扣写着SEICO有Double Pushes 一按打开,还有透底给你看 真是不错 Presage这枝标用了4R34 Calibur 这个自家两地时间机身 如果大家有印象,它第一次推出 在SEICO 5 Sports GMT 版本 那时很控洞,尤其是橙色面那枝 大家都很追捧的,这枝是用了同一个机身 不过就在Presage这个系列 亦都有夜光的,指针有 而且你看到那些小时刻度 向内的尾有一点,亦都有夜光的 所以这枝是预理去旅行可以使用的 还有50米防水 戴上7吋的手腕,这枝标我真的觉得挺漂亮的 而且蓝面都很清新,不是深蓝色 而是浅蓝金属色 这枝是蓝面,还有钢带的版本 还有皮带的版本,包括这枝银面或白面 它配条黑色的标带 你也看到这条标带也挺有趣的 又不是赛车,不过它有一些圆点 你看到近标头那边 亦都有双色标圈 白色面,我觉得搭一些斯文标都很配襯 机身一样,都是4R34的机身 有这枝银面,还有这枝银面 开始我以为是黑色面 但看清楚好像是啡色 出乎我意料有多漂亮 而且它还有金色元素,你看看 所以这枝标,它配条标带是啡色的 配合这个标面 还有金色元素,例如指针、日力窗框、黑度 其实都是金色的 我觉得这枝标看起来很高贵 可能因为金色元素 现在不知为何,很喜欢金色的东西 现在三枝标一字排开给大家看看它的价钱 出乎我意料定价是5180港元 原来钢带、皮带都是同一个定价 会不会左右到大家去决定呢? 钢带通常贵一点,现在是同一个价钱 如果大家对这枝标有兴趣都可以去到 佐敦预画国货里的荣记表项 你看过这个频道 为什么我选择呢?我都会选择这个Version 就是Style Sixties GMT手标 暑假就来啦,我相信很多朋友像我那样 都会离开香港去旅行 所以这些GMT手标真的大派用场 所以有多一个好选择了 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区小店和我拍片 还未订阅麻烦带都支持 我最喜欢就是去找一些最新的手标资讯 以及隐世标项和大家聊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